六首选买家Woods of Choice 去年我们之所以一下子做了多宗聘购 估计是由两个经济因素促成 首先,许多经理人与事业主 预计CAMEN的公司近期业绩将走下坡 事实上,我们买了数家盈余 几乎一定会从1999或2000年的高峰下滑的公司 我们不介意这种业绩衰退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家子公司的绩效都会有起伏 只有在投资银行推销客户公司时 我们才会看到只升不跌的企业盈余 我们不在乎一时的波动 真正重要的是整体绩效 但其他人的决定有时会受近期的展望影响 而这可能会促使卖家出售企业 或是抑制其他潜在买家的竞购意愿 第二个,在2000年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因素 是垃圾债市场在这一年中逐渐枯竭 在之前两年中,垃圾债买家降低了标准 以不合理的价格买进品质越来越差的公司发行的债券 这种浮烂投资的后果去年浮现 垃圾债违约率大幅上升 在此环境下,企业的金融买家 也就是那些只愿意拿出少量本钱的收购者 就没办法靠举债借到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资金 而他们仍可借到的资金成本也显着上涨 因此,当企业有意出售时 杠杆收购业者的出价就没有以往那么大胆 我们则因为向来以零债务的模式收购企业 对收购标的的评价因此不受债市波动影响 这意味着我们去年在并购市场的竞争力因此显著增强 除了这些对我们有利的经济因素外 我们如今在收购上拥有一项重大且日益增强的优势 我们往往是卖方首选的买家 当然,这不能确保交易一定成事 卖方必须能够接受我们的出价 而我们则必须喜欢他们的业务和管理层 不过,这因素还是大有帮助 那么,如果事业主关心自己公司的归宿 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因素 我们喜欢跟热爱自己公司的人做交易 我们不希望见到事业主只热爱出售公司能为他带来的钱 尽管我们当然理解他也会喜欢钱 事业主若对公司有深厚的感情 通常意味着公司拥有一些重要的特质 例如账务诚实,对产品自豪,对顾客尊重 以及员工有明确方向感,而且忠心耿耿,反之亦然 事业主若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完全不关心公司未来的命运 你往往会发现,这家公司是经刻意美化才拿出来卖的 卖家是金融投资者时,情况有此要改 其实这样 而如果事业主不关心不尊重公司的业务和员工 其行为通常会腐蚀公司做事态度与方式 一家杰出企业往往是一代或数代人无私奉献投入优异人才建立起来的 对其事业主来说,为这家企业找一个好归宿 好让它延续辉煌的历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 查理和我相信,波克夏是这种企业近乎完美的归宿 我们非常重视对创业者的承诺 而波克夏的股权结构,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延出必行 当我们告诉约翰·贾斯汀 他的公司贾斯汀工业仍可以将总部撤在沃斯堡佛 或Town Bridge家族保证Benbridge Jeweler不会被拼入另一家珠宝公司时 这些卖家绝对可以相信我们会爽到做到 像林布兰画作一样珍贵的企业 由创业者亲自选定永久归宿 远胜于由信托人或冷漠的后代子孙拍卖掉 多年来,我们跟认识到这一点且付诸行动的企业家合作愉快 企业拍卖的游戏就留给别人吧 我们早就宣称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首选买家 达成这目标的方法是成为一家值得这美誉的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兑现承诺,避免使我们收购的公司背负重债 受予经理人极高的自主权,以及无论景况好坏都不放弃收购回来的公司 虽然我们希望景况越来越好,我们历来的表现显示我们言行一致 和我们竞争的买家则多数奉行一套不同的做法 对他们来说,收购标的是商品 收购契约才刚签好,这些买家就已经在思考退出策略 因此,如果卖家真心关注其公司的前途 我们将享有明确的优势 若干年前,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所谓的杠杆收购业者 杠杆收购后来臭名远播 杠杆收购业者因此做了一件欧威尔式的名式 改变自己的名字 但这些业者并未改变其操作方式的基本要素 包括他们非常重视的收费方式 以及他们热爱的财务杠杆 他们采用的新名称是私募股权体 而这名字可说是颠倒了事实 私募股权业者收购的公司 资本结构中股权所占的比例几乎总是大减 相对于遭收购之前 私募股权业者两三年前收购的一些公司 如今岌岌可危 因为他们迫使这些公司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债务 这些公司的银行贷款 债权如今的市价不到本金的70% 他们公开发行的债券 在市场上的价格跌幅更是大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 私募股权业者看来并不急着为这些公司 注入他们迫切需要的股权资本 这些业者都将他们可用的资金藏得好好的 受管制的公用事业中并没有大型的家族企业 在这一行 博客下希望成为监理机关心目中的首选买家 受管制公用事业若有并购交易提出 决定买家是否符合资格的 是监理机关而非卖方的股东 是个 面对这些监理机关 你的经营历史是无法隐瞒的 他们可以联络你本来就有业务的各州的监理机关 而且确实会这么做 询问你在业务上各方面的利来表现 包括是否愿意投入充裕的股权资本 中美能源2005年提出收购电力公司Pacific Corp 后 我们将新进入的六个州的监理机关 立即查核我们在爱荷华州的营运记录 他们也审慎评估我们的融资计划和能力 我们通过了这次审查 而我们也相信自己能通过未来的审查 我们希望未来能收购更多 受管制的公用事业公司 而我们知道我们在既有市场的营运表现 将决定未来新的市场 是否欢迎我们进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